是荆州解析 荆州是中国大西南的政治经济中心 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诸葛亮与鲁肃曾先后指出 荆州北居汉冕 历尽南海 东联无惠 西通巴蜀 三国鼎立 群雄争霸 谁占有荆州 谁就取得了统一战争的主动权 因此 荆州对于蜀汉 东吴 以及曹魏的重要性 何想而知 所以说 荆州之事 如果把它归为官公之大义 或是外交人士处理不当所致 似乎有失公平 可从三个主要角度来分析 一 荆州乃江东的屏障 因此 东吴想尽办法 定要夺得荆州 所以说 习取荆州 根本就是东吴的基本国策 绝非官公外交不利的问题 从三国志的吕蒙传得知 在官公善取相关密之前 吕蒙早已建议偷袭荆州 而三国志的甘宁传中记载 官公拒绝孙权 官公拒绝孙权 政治联姻的前十年 甘宁早已建议夺取荆州 三国志的陆议传 三国志的陆讯传也提到 顺江而下 将危急设计国家 所以 谋取荆州 实际上是 孙氏政权的基本国策 二 建安二十四年的荆州战争 因是官公权力进攻 相反的最佳时机 当时 官公的声势强大 在包围襄阳城后 荆州刺事 胡休 南乡郡太守 副方相继投降 官公军在包围 樊城的 征南将军曹仁 领前部将 到达 豫州尹川郡 夹县一带 以继兵一天路程 约七十五公里 极客地许都 气势 威震华夏 甚至使曹操 考虑迁都 以避其风 此时 是荆州军 最有机会攻克相反 贯彻 隆中队战略的识点 同时 江东主将 吕蒙身体的不适 也不一定是卫庄 此时记载 袭去荆州后 吕蒙 玄疾病重不治 所以官公请权力 建功相反的时机选择 是毋庸置疑 数位对政 魏银战况紧急 于是曹操率军亲征 并派平扣将军徐晃 丁鼠 朱盖等十二银 召集燕州 玉州军 和在扬州都督 二十六军的 福婆将军 夏侯敦 一同增援 两军兵力悬殊 官公 以寡敌重 战役进入第二阶段 孙权派出 武威将军 吕蒙 偏将军 又都督 陆逊 偷袭荆州 征炉将军 孙角为后继援军 官公的荆州军 龚安城将军 傅志仁 南军太守 弥方 又相继投降 加上孙权 率重大将 亲征 荆州在多方危机下 最后才失守 据魏晋史学家 朱大卫的推算 官公军前后 面对曹军 吴军 近二十万 而官公 荆州军 仅约五万 这是一场 不寻常的战役 是集结了 曹 孙 两大阵营的 军力和计谋 加上 背叛盟约的 欺诈手段 才能够 击败官公 官公 不仅是一名 能于万军中 取上将首级的 猛将 更是一位 具备指挥 大型战争 能力的名将 三 荆州之师 似乎 冥冥之中 自有定数 南宋 裴松之的 三国之助 指出 吴国孙权 陷害了 蜀国大将 官公后 反而缓解了 魏国曹操的压力 断送了 汉氏大业 所谓 一其所指 一其在孙氏 这绝非孙权 意料所及 北盟 不但断绝汉氏 也失去了 东吴的江山 甚至 最后被指为 篡汉者 曹也 而成草 串害者 泉也 明代王世珍 也在 诗荆州 考遍 很有见地地说 世人以为 诗去荆州 乃官公之过失 我以为 绝非 官公之过 是刘备之师 刘备之师 是在委任 官公 进攻 曹魏时 却没有为他安排 得力后援 官公虽然 大破余郡其军 能保证曹操 不亲自领兵来攻打吗 曹操兵到 官公孤军深入 战胜不能退 事胜也为 不能胜就更危险了 在委任官公 讨伐曹魏同时 如果刘备清出 或派赵子龙 张飞 任何一人 率领三万兵将 驻扎江林 作为官公后援 进 可以铸齐威 挟持曹操 退 可以无后顾之忧 如此布置 即使有一百个旅盟 陆逊 也不能有什么作为 荆州 极能 稳如泰山 但以刘备的聪明细心 及孔明的 深谋高志 却没有考虑到此 而做出 最完备的安排 这是否只能说 天命如此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